大家好 我是唐麗琪 我们来看2016年 上半年星座运势 狮子座的部分 狮子座的朋友 其实2015年的你 应该在天明四分的影响下 慢慢的你在找新舞台 新的工作方式 或者是你已经对原来的领域 有一点不耐烦了 原来的露出方式不耐烦了 你想自我挑战 自我突破 所以竟是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但是也默默的有一些成绩和耕耘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人气还是很高 魅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狮子座的朋友 到了2016年的挑战是如何呢 事实上木星保障了你 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才华得以发挥 所以其实一边做着挑战 一边我会奉劝你 该赚的钱还是要赚好吗 因为那些钱你不赚是白不赚的 所以相对你的工作就四分两头了 而另外一边呢 很可能就是你说的挑战新平台的部分了 新的工作方式 或者是你不熟悉的领域 那么这一些领域也许很符合 你想要抒发理念 或者是很符合你想要更上一层楼的 这种精神上的要求和境界 所以某种程度 有些事情别人也看不懂 为什么你要去做 或者是为什么你要去试 看起来有点吃力不讨好 但是相信我 那是你未来最有成就的地方 所以狮子座 你是领潮流之先的人 不需要为别人的质疑而改变自己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了 明年上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星象 就是火星跟土星合相 三到五月的时候 尤其他会带给你一阵惊涛骇浪 那么什么是武功呢 那就是爱情子女跟表现舞台 那当然他会以危机的形式出现 所以比如说有小孩的 可能要注意小孩是不是有状况 需要你陪伴 那当然也会增加了你们的相处 在感情方面很可能也会惊涛骇浪 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很吃力不讨好 或者是你的恋爱对象出了很多难题 或问题给你 甚至于他的条件是比较不好的 或者是有一点暴力倾向 亦或是他有一些麻烦的状况 你会想投身去帮助他 以彰显你的存在感 这些都是别人看着会替你担心的部分 你也可能会爱上跟你完全不同领域 或不同思想的另一种类型的人 所以甚至是外国人 不同的文化 种族 那当然就会造成实质上 在沟通上的压力 或者是聚少离多 那么在表现平台上也是 你可能也会有一阵就是 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吃下来 否则的话我很怕被淹没 很怕被看不见 自信心有一点受到打击 所以这个三到五月的挑战还蛮大的 可是相对也会刺激你的生命力 想要战胜它 或者是就像我说的 反而跟孩子的感情更亲密了 而沐昕的幸运是落到了二宫 这也代表你的财运很好 或者是在理财方面 投资方面 我会建议你多加尝试 周边如果刚好有什么投资机会 天上掉下来的 或你手边刚好有一笔钱 我会建议你试试看 因为在这个部分 小兵会立大功 没有想到这笔闲钱居然还会有这样的效应 可是另外一点就是你要小心浪费的问题 你很可能会想把衣柜的衣服全部换掉 你很想要改变你的外形 你很想要买名牌的服饰或包包 这些都所废不自 所以可以的话 你应该把钱做正确的投资 包括买房子 或者是在生意上的投资 其实都是更加实际的 那么明年有两次水腻 各自腻在了土象公位 这当然是会比较明显造成麻烦 比如说一月会腻在健康公位 或职场公位 所以也许以前的老同事 或者是以前的工作会来找你 那么老毛病也会复发 在五月的时候会腻在你的老板公位 所以或形象公位 所以你以前的形象 如果不好的部分 或者是以前跟长官长辈 有什么纠纷或父母的健康 在五月份也要特别当心哦